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虫鸡鱼人和厚薄 无耻奴人解其福 鸡虫得失 无了失 注目寒街 以山阁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它写的是杜甫家里有一个年纪比较小的仆人 她心里很善良啊 她看到这个鸡通常肚子饿了 就吃虫子 吃蚂蚁 哎呦 这虫子 蚂蚁时间长了不就遭殃了吗 哎 这不行 这不行 不如这样吧 我把这鸡绑了 拿到市地上卖了得了 这仆人大家幸福 怕杀生 所谓扫地不伤楼以命 爱惜飞蛾杀赵灯 所以这仆人就趁着杜甫不在的时候 要抓着鸡拿去卖 这鸡被抓了得跑啊 它一跑一飞着扑扑扑 就这么一飞腾一闹 恰巧这个时候 杜甫回来了 杜甫一进屋子里一看 呦 什么情况 哎 你干嘛呀 抓鸡干什么呀 主人 您不知道 这个鸡啊 平常肚子饿的时候啊 它就吃虫子 吃蚂蚁 我觉得这是杀生不太好 所以我想啊 干脆把这鸡绑了 拿到市集上卖了得了 肚腐一想 你为了虫子的蚂蚁 要把这鸡拿到市集上去卖 你没想到 买鸡的人要干嘛呀 他买这鸡 难道买回去养着吗 他买鸡八成是要吃这鸡呢 你虫子蚂蚁不被吃了 鸡反倒被吃了 这不也是杀生吗 把它放了吧放吧 于是仆人就把这鸡放了 鸡一放啊 杜甫开始动脑子了 他想啊 这鸡是卖好还是不卖好啊 这不卖这鸡 家里虫子蚂蚁会被吃啊 他一卖这鸡 这鸡会被吃掉 就算买鸡的人买回去养着 他们家的虫子跟蚂蚁 不也会被吃掉吗 这事不好办啊 这该怎么办呢 杜甫就在这想啊 他想着想着 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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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出了一个道理 他想 我想这事干什么呀 这鸡啊 虫啊 都是为不足道的小事情 身为一个诗人 身为一个当代人 应该关注国家大事 这诗的最后一句提到了 祝母寒江以山阁 江畔的山阁 那是高大的建筑啊 身为当代的一个人啊 应该关注这种国家大事 鸡啊 虫啊 这种小事情 就不必多花心思在上面了 于是鸡虫得失 这成语就这么流传下来 它指的是 无关紧要 唯不足道的小事情 好 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期待下次再见